打烊了 打烊了 才九点 这么早就打烊了 小弟子 九点钟打烊 我只有今天晚上有空 就把头发洗一洗 吹干就好了 我说过了 打烊了 我在你们的价钱上 再加上一万块 赶紧弄吧 那 先把头洗一洗吧 我给你搭点热水 进来 警长 那我来了 是好茶吗 真正的名前龙井 这可是当年 给皇上进贡的茶 我直接到茶厂找茶笼包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钱够了吗 够了 还有富裕呢 我给您带回来了 好 大明啊 忙了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今天不用送我了 完了事我自己回去行 队长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 今天真机队的朱志峰来找我 朱志峰找你干什么 我本来就觉得挺紧张 我怕他找我是针对你 可是后来见了面 他跟我说要做媒 把我介绍给他的妹妹 还给我看了照片 不对 这事挺蹊跷的 我没有接招 我知道朱志峰这帮人都不能沾 是 大明啊 给我开车时间不短了 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 现在的形势特别吃紧 千万不能打野 是 我明白 我一个光屁股娃 没爹没娘 是你带着穿着军装 还能开这么好的汽车 都是你一手带出来的 我无数次对自己说 唐队长是我的大恩人 不管将来你做什么 怎么做 我封大明一腔热血 都为唐队长准备着 不对 不是为我 是为自己的理想 对 也是为了理想 你给我那些书我都看了 那些道理说得太好了 我现在感觉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就等唐队长一声令下 好 好 看看 我们江音比南京上海师傅的手艺差不差 你的手艺要是差的话 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做了 那是 那是 小姐 您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做头发的吧 不是 以前来过的 您这么漂亮的小姐 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来的时候你还不在这里呢 是这样 又来是老主顾了 以后您经常过来 您的头发我来帮您打理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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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啊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谁 有一位杭州来的苏先生 也是在这里做头发的 你见过吗 苏先生 他也是这里的老主顾 这位大闸门的阔哨艺吧 这么英俊的一位先生 应该是为大宅门的阔哨艺吧 或者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你只要回答我 见过还是没见过 我没有见过 好吧 谢谢 小姐 慢走啊 小姐 等等 小姐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位杭州的苏先生 如果跟小姐一样 也是老主顾的话 我师父也许能知道 那他人在哪里 他回广东老家办事去了 他咯咯死了 这两天也就回来了 要不您留个地址 他回来我去通知您 不用了 我会再来的 走吧 他走了 走了 你怎么跟他说呢 我跟他说 您回广东老家办事去了 这几天就回来 他把地址名号 都留下来了 没有 他说 他自己会再来的 很老练嘛 这个女人不简单哪 暂时还封不清是龙是虎 他要是再来 你马上通知我 小的了 你干什么 要是什么 就不存在 你去哪 不客气呢 你还不可 你先把人家赠了 这个皮肤里面 你先etos 老四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头 到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 来 坐 你看我这儿 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你们都停一下 等一会儿再收拾 是 来 请 好 来 坐 兵林啊 人们都说人走茶凌 难得在这个时候你还来看啊 司令 一定要走吗 国防部已经批准我的辞呈了 国防部能批吗 表面上挽留了一下 顾祝同的挽留 让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 差点没哭了 可为什么事发的当天夜里 他们就把保密局的夏忠民 和冷媒给派了来 由他们出面调查 要塞的共党分子 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他们是巴不得我早点下台 好换上他们自己的人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 我是太了解这个国民党了 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太突然了 怎么就突然 不突然 一点都不突然 把我换下来 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事 就为了那两个地下党 那只是个借口而已 其实 把我换下来的真正原因 只有两个 一 是老头子对江房特别地看重 二 是有人背地里活动 这太不公平了 那帮歪人 表面上看着像人 背地里吃人都不吐骨头 老四啊 我们是民国二十五年认识的吧 对 那时候 你到我的四团班排长 我们首战松户 接着是南京保卫战 后来又参加了台儿庄大会战 可以这么说 所有大的战役 我们都参加了 可那个时候 我们打的是日本人哪 现在 我们既反而内战 又要效忠党国 现在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江鱼 可是我一点都没听说啊 这就是国民党 我敢断言 有这种事情的人 少将以上的都有 他们现在不揭开这个锅 不是为了保我 是为了保他们自己 一个中将高官出了问题 损失最大的 是党国 尤其是在这风雨飘摇的局势之下 面子 对于党国来说 尤为重要 不管怎么说 司令 秉林跟随你这么多年 你这一走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老四啊 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走了以后 你自己多保重吧 啊 什么人 说你呢 把船扛过来 快点把船扛过来 要不就开枪了啊 别开枪 别开枪 老总 快点 来了 来了 快点 开枪了啊 别开枪 别开枪 老总 别开枪 快点 好 来 来 老总 站住 干什么呢 我们是过来投靠亲戚的 投靠亲戚的 啊 乡里的装的什么 啊 这是我们俩的行李 怎么犯人 是 报告长官 发现一条可疑的船 我正在询问他们呢 长官 从江北过来的啊 是 我们是江北白家村的 这么说 你姓白了 不是 我姓田 我叫田田华 这是我老婆 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知道实行封锁吗 知道知道 不瞒您说长官 我们在江北实在是没活路了 农协跟土改工作队 把房子给我们收了 弟爷给我们收了 还把我们全家 拉去游街批斗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这才冒险过江 来投靠亲戚 投靠什么亲戚啊 是仪表亲 我四哥还有五哥 都在这边做大生意的 来 没带什么违禁品吧 没有没有 长官 我们都是本分人 没啥违禁品 好啊 过去吧 谢谢你长官 站住 好啊 不参谋啊 这么晚了啊 他亲自出来检查 陆队长 你不也没休息吗 好啊 这二位怎么回事啊 长官 他们是江北过来的 富裕人家被共产了 这不走投无路了 投靠亲戚的 怎么过来的 我们是从江北租了条船 多给人家点钱 人家就把船给划过来了 不对吧 对岸的共军封锁得那么严实 你能租到船 只有一种解释 他们是对岸的共军派来的间谍 来人啊 待会儿 是 冤枉长官 我们不是间谍 慢着 队队长 借一步说话 这两个人 我们守备率已经查过了 你这么做 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啊 有吗 这可是你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很明白啊 把人带回去 问问清楚 走 站过来 走 快走 谁 老四 我 光人 出事了 怎么了 刚才我在江边之亲 发现两个从江北跑过来的人 我上去盘问 原来是江北的田田华 你没看错 前程完全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而且跟我说 过来 是找你们哥儿俩的 这是江北派来的人 人哪 被周志峰待人 给抓走了 你明明知道是江北派来的人 为什么不保护 我也不知道 证据队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去江边 我 这下麻烦 针基队不会轻易放过从江北过来的人 尤其是夏忠敏来的以后 他们更加小心 要是不能及时地把田田华解救出来 我们的组织联络就中断了 要不 我祸首去了 我到证据队 把人给抢过来 不行 太危险了 等于把我们暴露了 那 那怎么办呢 这样 第一 马上向组织商会跑 第二 要有耐心地等待事态的发展 看看这个夏忠敏到底想怎么做 你马上去 向唐仲恒汇报这里的事情 另外 通过针基队的内线 先了解一下他们俩目前的处境 好的 去吧 快点 算你呢 什么人 自己人 认识吗 不认识 加强警戒啊 快点 快点 口令 真诚 勇敢 哪个部分的 针基队的 刚刚执行完任务回来 这趟可把我累死了 针基队的 针基队的 针基让我看看 来 走吧 把船靠一边去 说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是 老总 我给您说了您不信 我真的是本分人 本分人 本分人 共产党能给你提供船只 放你过疆啊 老总 咱玩笑可不敢乱开啊 你想解放军能给我这样的 逃亡地主提供船只 看您说的 我是花了三十块打烊 那个船工才答应把我运过来的 田先生家是地主 算是吧 有那么几百亩地 您的父亲是田碧成 对 他们对您的家人进行了镇压 又是游街 又是批斗 老总 您说 就算咱大人受得了 我媳妇怀着孩子呢 咱不是怕这孩子受不了吗 要不 谁敢冒险逃跑啊 其实啊 从政治层面上说 我倒是觉得共产党挺优秀的 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这些书我都读过 我觉得里面说得挺有道理 不知道田先生有何感受啊 您 您说感受啊 你想 这地没了 房子也没了 啥也没了 这是日子就没法过了 至于您说那个啥主意不主意的 我们也不懂 爷爷管不了 别跟我演戏 你额头上这条印记告诉我 你是个军人 站住 干什么呢 自己人 大米 我回来了 丘 你小子怎么晚了好几天才回来啊 我们还以为你给共军活捉了呢 我跟你说吧 这次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江北是越来越严了 我想啊 以后再过去都难了 别探头探脑了 队长在里面审讯呢 这个人我见过 你怎么见过他 这个人啊挺可怜的 就在江北的时候 看来 啥也瞒不过您助队长 既然这样 咱真人面前也就不说假话了 我原来在咱们十八军当排长 后来部队打散了 我就回家了 没想到田先生还真是自己人啊 当年十八军的副军长叫什么 沈思维 第一师副师长呢 马向然 不是 我说的是后来换的那一位 王敏同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被打散的 在郑州花牙口 我记得当年蒋委员长接见过一次 十八军官兵 田先生一定印象深刻吧 你能告诉我 是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吗 当然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想起来不太容易 不过田先生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告诉我 能够告诉我 报告 好 好田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果然是场误会 这样 我马上安排你出药赛 对啊 祝您的太太早上贵子 她会在外面等您 来来来来 我亲自送你 走 真是不好意思啊田先生 让您受惊了 没啥 朱队长 咱们跟共产党那是不共带天 也算是一家人了吧 这回咱们不打不相识 以后少不了麻烦您 还请您多多照应呢 好好好 往后啊有什么事儿 尽管到真机队来找我 好 行 朱队长 那咱们回见 好 回见 好 再来 回见 朱队长 大明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特意过来找你的 有事儿 我能再看看您妹妹的照片吗 这个不巧 我没带着 朱队长 你那个烟还有吗 有啊 想抽我的烟啊 那你得帮我办件事儿 什么事儿 你说 帮我盯着你的主子唐秉林 朱队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别揣着明白装我糊涂 不是 我真的不明白 你看 我就是唐队长的司机 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让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 虽然职务有高低 但都为了党国尽心尽力 我怎么能监视他呢 好 说得对 说得好 好一个铁杆清醒 行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朱队长 太好了 高了 不高了 不高了 太好了 91 作证 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人怎么还不到 众黄 天华同真机队放出来的消息确切吗 确切 是真机队的内线告诉我的 天天华同志有丰富的对地斗争经验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别着急 咱们再等会儿吧 找谁啊 我来找我表哥 表哥不在 改天再来吧 那我找姑奶奶也行 天花花 天花 我把你们给判来了 乔莹 天花 老四 乔莹 乔莹 快 都是我们照顾不周 让你受委屈了 没有没有 药塞是特务服务挺周到的 我跟乔莹刚下船 他们就去接了 还非得请我们 到真机队去坐会儿 不去都不行 坐 休息一下 快坐 乔莹 天花呀 可把我们给挤坏了 你们碰到的是 真机队的助治风 他虽然凶狠 但是头脑简单 药塞里最危险的人物 是夏忠明 他这个军统特务 非常地阴险 要是碰到他 真的就麻烦了 那最好还是别跟他打架头 不过 老四 以后这样的人在要塞 你们可得小心点 好 天花 上去什么指示 老四 等等老五吧 天花他们还没吃饭 一定是饿坏了 咱们边吃饭 边说 好吧 我们还真是饿了 好 我给你们盛饭 好 这算什么呢 算是下属 关心长官的身体 还是朋友之间 温暖的慰问呢 就是一碗面条 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复杂 看你晚上没有吃饭 夜宵的时候 关照饭机给你煮的 赶紧趁热吃了吧 好 周泽 有些眉目了吗 嗯 这里有十二个 有疑点的军官 他们多少 都跟那个孔联系有过接触 你拿去 秘密地查一查 记住 不要打草惊蛇 处长 我们来要塞 已经有几个月了 这么长时间 有真凭实据的 除了孔联系就是方大利 再就没有其他人了 会不会 我们白忙活了一场 到头来 药塞里根本就没有 那个传说中的 共产党秘密组织 这个不用怀疑 秘密组织肯定存在 凭什么 凭直觉 凭嗅觉 凭分析 很简单 我们只要换位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了 将于药塞里冰墙炮奸 共产党要想夺取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是智取 就像埋钉子一样 他们把一颗一颗的钉子 埋进药塞里 关键的时刻 将于药塞 就会变成一个瘫痪的药塞 这就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处长分析得很有道理 挥兰党 呃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没事 今天正好我值班 可是唐总队长出去办事了 我就在司令部这边等着他 大明 今天晚上 唐队长来了客人 非常重要的客人 你呀 就不要在这儿等了 早点回去歇着吧 好的 我一会儿就走 吴参保 有事 我能求你点事吗 你说 你能不能给我个烟丑 我当时什么事儿呢 吴参保 这是什么烟 老刀牌 你有没有那个美国香烟 我这一个月就那么点薪水 美国烟的 连国产烟都快抽不起了 要是金元圈再贬值的话 我们这些军官就要抽西北风了 谢谢吴参保的相爷 没事 来 乔爷 你歇着 我来收拾 没事没事 我干惯了 撞航 你让他干嘛 他闲不住 来 老五来了 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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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了 快 哥 老五 老五 天华 你回家了 老五 你嫂子也来了 李玉 曹操 我说好 乖 那你们谈 我去给你们帮风 好 行 去吧 去吧 天华 坐 来 好 咱们人都到齐了 现在请天华同志 给咱们传达江北的重要指示 好 好 来 坐 来 坐 1C里出现的情况 江北都已经知道了 很是担心你们 最担心的就是 怕把老四给暴露了 唐君章同志还专门问到了 你的身体状况 还有老五 陈秋江同志 看到老五搞到的情报 连声说太好了 江北分析了目前要塞的局势后 明确指示 要站稳脚跟 取得信任抓实力 进一步争取中上层军官 力所能及地搞些情报 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 江北非常支持你们 准备利用要塞换将的机会 选择并运作一个 能为我们所利用的要塞司令 上台的想法 说这是站稳脚跟 取得信任抓实力的前提和保障 新的要塞司令候选人 我在部里的人事局已经打听了 现在已经有几个人选 不过江一要塞是个肥缺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很多人都想争取 你 蒋介石 仲勇人 必须都是黄埔系 我和四哥 虽然都是黄埔毕业 可我们都还年轻 同学里 能有资格当要塞司令的 几乎没有 同学里没有 那严惩老乡里也没有 我倒想起一个人 谁啊 戴永湘 他是黄埔六七炮盒毕业 懂得炮兵 和我们是小同乡 又有社交关系 他和我的二哥唐金照 是中学同学 他的弟弟叫戴永光 是共产党员 和我又是同学 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 应该是个少将吧 他的资历倒是够 只可惜 部署于我们国防部 是陆军总司令部 军械处的处长 要是活动他的话 可能会有些难度 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戴永湘能争取过来 对我们今后的工作 会有推动作用 争取不过来 我们以后的工作就困难了 可是这件事做起来 恐怕也不容易啊 据说戴永湘 一贯效忠老头子 抗战期间因为战功捉住 在庐山受过委员长接见了 这些因素我们要考虑 但是我们不能束手等待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就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秉林说得对 我们不妨争取一下 我也尽快向江北做个汇报 明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那好吧 我马上回南京 先从活动戴永湘提名要塞司令开始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活动戴永湘是要经费的 国府那边的衙门口 哪一个不是石子打开口啊 更何况要塞司令这样的废区 这个经费从哪儿出啊 这样 钱的事情交给我来办 先从我们守卫队的秘密小金库里出 带上几根大条去南京 行啊 老四 你还留着这么一手呢 这也算是用不义之才干正义之事嘛 老五 明天我和你一块去南京 有问题 咱们也好有个照应 好 好 真好 你那边能寝出家来啊 孔庆贵一走啊 正好群龙无首 大家都放羊了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好 你就是给我打电话的苏北老乡 正是 卑职是国防部三厅作战参谋唐炳玉 老家是苏北严城 还真是老乡 严城有一个著名的唐营长 你知不知道 那是家父 你也是黄埔的 是 十六七工兵转业 越说越近了 还不单是小老乡 还是小师弟 你找我不仅仅是 为了听听家乡话吧 前辈英明 卑职是有一事相求 不知能否单独谈的 多事之求 功务繁忙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如果是升官发财的事 那就免了 我戴某人做事有我自己的原则 一 不帮引火烧身的事 二 不为别人做嫁衣 将军误会 我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事 而是为将军的事而来 为我的事而来 国防部和总司令部是两个单位 莫非我得罪了国防部哪位大爷不成啊 将军多虑 学弟是想为将军铺一条路 我的路已经不少了 足够我走到退休了 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路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路 而是一条宽阔的发达之路 这我倒有兴趣听听了 将军要塞 想必戴将军不陌生吧 那是我业务范畴之内的事 好 里边谈吧 来 请 请坐 若现 接着说 将要塞司令孔庆会辞职的事 想必您也听说了 现在司令的位置已经空缺 国防部正在向校长推荐 新任司令的人选 路是好路啊 要塞司令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又是校长最看重的职位 长江防御的 是一个关键之处 肥阙呀 为什么来找我呢 不敢隐瞒将军 我哥哥唐炳麟是要塞的元老 孔庆会一走群龙无首 他们想找一个英明的领导就任司令 这样大家心里多踏实 唐炳麟是你哥哥 正是 你哥哥 我可跟他打过交道啊 精明强干的少壮牌 将军 这是我哥哥给您的一封信 好 你代我谢谢你哥哥 承蒙他看得起我戴永相 不过我对江音要塞司令不感兴趣 我年岁大了 活得也比较淡薄 别人争着抢着的事 我是不会动心的 好了 谢谢你小老侠 恕不远送了 下去 有时间到我这来玩